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闺蜜生完孩子不想母乳 就让同时生完孩子的我 连着她的儿子一起喂 可是她的儿子却对我的母乳过敏 越吃越瘦 还常满皮疹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她坚定地认为我是不愿意给她的儿子喝 害她儿子进了医院 见我的女儿长得白白胖胖 她趁我不在 报复性地把病人的尿液喂到了我女儿的嘴里 结果我女儿不治而亡 我抱着她的孩子 拉着她从楼顶一跃而下 重生一次 我回到了闺蜜要我给她女儿喂奶的那天 晶晶,你到时候是母乳喂养吧 睁开眼 我就听到了上辈子的送命问题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不止一次地讨论过 只是我从没有放在心上 只当是闺蜜间打发时间的玩笑话 可是这一次 我绝不会轻易掉入她的语言陷阱 因为一旦我说要母乳喂养 她就会提出让我喂她孩子的要求 不知道 还没决定呢 等生了再说吧 我模棱两可地回答了她一下 闺蜜方倩脸上的笑容明显僵了一下 但她很快掩饰了下去 又继续套我的话 我记得你上次不是还跟我说 母乳对孩子身体好 说一定要母乳吗 怎么现在又不确定了 我真想回去抽自己两个嘴巴子 正好此时 她婆婆也赶到了医院 她估计在门外就听见我们讲话了 也跟着方倩问了一句 是啊 以前的小孩子不都是母乳吗 而且你连奶粉都没有准备 到时候把孩子饿到了怎么办 我有些无语 这是我的事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我只好道 那万一我生下来没奶呢 方倩先她婆婆也占母乳这一边 连忙附和道 你之前不是说已经能挤出奶了吗 这种情况不会奶水不好的 果然最了解我的人 是最知道怎么戳我心窝子的 她婆婆听完眼睛一亮 真的 我看看 她说着就要上手掀开我的衣服 幸好我动作快 拿被子把自己盖住了 你干嘛 她婆婆被挡了一下 有点下面子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总之我的孙子生下来 必须喝母乳 我是不会同意喝奶粉的 方倩她身体不好 到时候奶水不足 你作为她的朋友 帮着点子磨了 不喝不也是浪费 她婆婆极度重男轻女 上辈子得知她生的 是个儿子 一直逼着她母乳 月子里给她喝个重催奶汤 结果就是奶水不足 我当初本来也是拒绝的 后来看她实在可怜 脑子一热 就同意了帮她奶孩子 后来我才知道 方倩不是奶水不好 而是她害怕母乳会使胸部变形 她婆婆一边给她喝下奶的中药 她自己一边偷偷喝回奶的西药 西药的效果还是来得更快 所以她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 要我帮她 而她婆婆虽然有钱 但是也不放过任何能占小便宜的机会 她之所以会帮着方倩要我的母乳 是因为她觉得不要白不要 我刚才扯被子冬做过大 肚子公缩又开始疼起来了 我的孩子我自己做主 你们谁说了也不算 说完我痛苦地捂着肚子 刚才医生检查才开了二指 已经痛到不行了 我按了护士零 打算打无痛 护士很快来到了病房 听完我的诉求 她正准备出去告诉医生 方倩却喊住了她 护士打无痛 不会影响到母乳吧 护士停下来科普 不会 医生会评估麻药的用量 加上身体的自然代谢 能进入母乳的量级少 方倩听完点了点头 抓到了一个重点 那就是 母乳里面还是会有麻药对吧 护士有些不明白地看着她 这个不好说 看每个人的身体情况 而且就算有 对孩子也几乎没有影响 我挨过了这一阵公缩 终于缓了一口气 打不打无痛 我完全可以自己决定 还轮不到你管吧 方倩现我语气一直不好 也烦了 我问问不行 难道我不能打无痛吗 搞笑吧你 我懒得和她争 之前她就告诉过我 说疼死也不会打无痛的 因为她怕到时候 麻药对孩子有影响 把孩子变傻了 所以她现在 根本就不是为自己问的 那是你的自由 随便你 说完我就掀开被子 打算下床去找医生 护士突然想起来问我 你的血液四项结果出了吗 因为我是发作了才来的医院 来就赶紧去做了抽血 各项检查工作 刚才我老公李宇说 去拿结果 不过还没回 见我摇了摇头 护士只好道 那你等结果出来再说吧 麻醉师还需要评估你是不适合 而且这会儿 她好像刚进手术室 怕是要等等 我叹了一口气 只好对护士说了一声谢谢 上辈子我莫打无痛 那种骨盆 被硬生生撑开的痛依旧在心头 我拿起手机 要给李宇打电话 她婆婆却一把夺过了我的手机 玩手机对身体不好 有辐射 等下奶水出问题了怎么办 她拿走 直接射进自己裤兜儿里 我也急了 我给李宇打个电话 问她结果拿到墨 手机还给我 她婆婆扭头就走 我去找她不就行了 还打什么电话 见她离开 我先开被子就要去追 我不是傻子 她肯定是想把结果藏起来 拖时间不让我打我痛 可我刚下床穿好鞋 公缩又来了 我只能扶着床缓解 方倩和我情况不一样 她是预产期过了 孩子还没动 知道我发作了 也说来生孩子 才打过催产针 效果还没出来 她看着我道 我婆婆也是为你好 你为什么我非要打呢 我不打不是也很好 忍忍不就过去了 到时候 孩子母乳出问题 你后悔都来不及 她的如意 算盘我心知动明 那是我的事 和你有关系 方倩不爽地看着我 你怎么狗咬吕洞宾呢 我还不是关心你 我冷笑一声 是吗 你到底是关心我的母乳 还是我 她口口声声不母乳 却连奶粉都没有准备 她特意和我一起生 不就是做好了万全的打算吗 她被我出破心事 也不瞒着了 你自己说的你奶水好 而且打算母乳 到时候你家孩子吃不完 也可以给我家孩子吃一点 不是 我怎么没找别人 给我孩子喂奶呢 我找你还不是 因为我不嫌弃你 我可谢谢她的不嫌弃 不过我可没答应你 你的孩子喝什么 跟我没关系 说完我站起身 走出了病房 可没想到 我刚一出门 就遇到了回来的李宇 她看了看面色焦急的我 不解地问 怎么了 我身头看了一眼她身后 方茜的婆婆不在 看来她没找到李宇 我直接到 血液结果出来了吗 我想打无痛 至于手机 等会儿再说 反正手机有密码 她要是敢动 我就报警 李宇听完 指了指方茜 她打了吗 她打不打光我什么事 我想打 莫名其妙 李宇向我态度不好 也有点烦 我也就是问问 你这么激动 做什么 打无痛多少钱 我之前了解过 大概两千块 在我看来 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可没想到 李宇听完就皱眉了 这魔贵 自己生这个钱 不就省下来了吗 就不说以前的人生孩子 还没有我们这个条件 你就看方茜吧 她也没说 非要花这个冤枉钱 什么叫冤枉钱 我又气又急 公缩又开始了 李宇的妈妈 在我们结婚那年就走了 这摩些年 我们一起打拼 现在生活轻松一点 才开始被孕药的孩子 两千块 很多吗 你不同意也没关系 把检查结果给我 这个钱她不出 我自己出 反正打无痛 也不需要她同意 我自己也能签字 我伸手就要抢她手里的结果 可是她比我高一个头 加上我不敢动作过大 根本拿不到 方茜看了半天的好戏 壮丝调解 哎呀张曼 不打就不打嘛 多大的事 而且你不是要母乳 说完 她还故意看了李宇一眼 我又不瞎 自然注意到了 两个人之间的眼神交流 可是 我很清楚 方茜是看不上李宇的 她不止一次 在我面前吐槽过 觉得我嫁得不好 觉得李宇没能力 那时候 我只是觉得她嫁得好 自然看不上李宇 可是现在两个人 又暗戳戳的 到底瞒着我什么 而李宇在接收到 方茜不知名的暗示后 也跟着说 是啊 你早说了要母乳 你不能只为你自己想 也要为孩子想想 如果孩子 有个三长两短 你负责 我怎么都没想到 她会拿孩子威胁我 她到底是为了什么 也和方茜一个鼻孔出气 一个两个 都拿母乳拿捏我 行 那我也不母乳了 吃奶粉吧 这样你们满意了 李宇七的脸都清了 她把手里的检查结果 直接砸到我身上 发脾气是吧 行 我倒要看看 只要我不给钱 谁敢给你上无痛 这一刻 我真的心都寒了 以前我怎么摸发现 她是这摸个东西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的手机也被方茜的婆婆拿走了 就算报警 等到远景来了 我恐怕已经可以进产房了 方茜的婆婆 一直到我生产东莫露面 而我也因为情绪波动过大 导致了羊水早破 生完孩子 犹如走了一道鬼门关 下体撕裂缝了六针 已经痛到感觉不到太多痛苦 我和女儿一起被推出产房的时候 李宇才放下了手里的手机 她得知我们生的是个女儿 很高兴 上辈子 我以为是她喜欢女儿 可是这次 我却感觉到 她是因为我生的是个女儿 松了一口气 我被推进病房的时候才知道 方茜公缩发作的时候 还是打了无痛 此时的她正舒服地躺在床上休息 见我被推了回来 第一关心的不是我的孩子 而是问我 你有没有感觉到长奶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有的人生下来 今天才有奶水 而我就属于刚生完就有的 不过这一次 倒是没和上辈子一样 来得那抹急 胸部只是隐隐约约有些感觉 或许是受情绪影响 见我不说话 方茜还是拿出了 她早就准备好的吸奶器 我知道你不高兴 但是生都生了 好好奶孩子才是最要紧的 这个吸奶器我送你 当礼物 我瞥了一眼 是市场上最贵的那一款 和上辈子送的一模一样 而我就是用这个吸奶器 把我多余的奶水吸出来 存在冰箱 用来养育她的孩子 我收回视线 不用 我自己会买 见我拒绝 方茜的脸浆了一瞬间 又道 哎呀 你买的肯定没有我这个好 用好的 对你也有好处啊 而且我都买了 你不要我不是白花钱啊 我冷哼一声 我要你花钱啊 眼见我们又要吵起来 一旁的李宇赶紧打圆场 把吸奶器接了过来 然后责怪我 别人一番心意 你怎么油言不尽 生的孩子激素不正常了 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你就喜欢乱花钱 他买了还能省一点 方茜趁机到 我也觉得他今天怪怪的 不过估计 师生孩子太紧张了 你照顾好他 要是张曼有多的奶 你就看着他吸出来 然后给我 李宇对他比了一个OK的手势 放心吧 我们这魔术 小事一桩 我真的身心俱疲 偏偏现在的身体 简直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我闭了闭眼睛 想起自己的手机 还在方茜扑扑手里 随即看向方茜 我手机呢 不过 手机不是方茜给我的 而是从李宇的口袋里掏出来 给 我伸手接过来 刷脸 解锁 然后打开购物软体 打算买一个吸奶器 我的产包 都是自己在网上攻略买的 我记得上辈子还不懂 没有把吸奶器提前买好 所以方茜拿出来这个的时候 我是高兴的 现在想起来 自己是真傻 可没想到 等我选好款式付款 却一直提示我余额不足 换银行卡支付也没用 我点开自己的手机 银行看了一眼 钱在我生孩子期间 全部被转走了 微信支付宝也是 收款人是方茜 不是 他凭什么动我的钱啊 不过 李志我还是有的 因为只有李宇知道我的支付密码 我强忍着怒气问他 你为什么把钱都转给他 李宇神情闪烁 之前找他借了点钱 这不是还给他吗 再说了 你总是瞎花钱 以后你手里不要拿钱了 要钱就找我拿 我气得乳腺都疼了 你找他借钱 为什么不告诉我 而且你干嘛了 要找他借钱 他一个月 好歹也能赚个一两万 我们两个人之前都在上班 好不容易攒钱买房买车了 手里虽然不是非常宽裕 但也不缺钱啊 方茜还在一边看热闹 不闲事大 哎呀 男人花钱自然有他的用处 你就别管了 我就从来不管我老公 而且我知道你确实有点喜欢乱花钱 钱不在你手里挺好的 别气了别气了 等下把奶气回去了怎么办 他趁我不注意 还上手在我前面揉了揉 估计是想试一下我长奶没有 我整个人在气头上 下意识地推了他一把 走开 却忘了他还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 方茜痛苦地撑着床边 手放在肚子上 快帮我叫医生 李宇慌慌忙忙地跑出去喊 护士和医生很快到了病房 我眼看着方茜被推出去 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他不会有事吧 回到病房的李宇 直接白了我一眼 你现在担心有什么用 现在想想要怎么补救 说完他想到了什么 在医院肯定不会出神模式 他不是想要你给他的孩子母乳吗 那你就带着一起母乳不就行了 是人是鬼果然生了孩子才知道 我问他 如果他的孩子对我的母乳过敏呢 谁负责 李宇觉得我又在威严耸听 以前的孩子墨奶吃 养奶都喝过 吃百家奶的不知道多少人 怎么就你这么矫情 你自己的奶又不要钱 寄个孩子喝不适喝 我闭了闭眼睛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现在不想和你吵架 你先把钱转给我 我要买东西 至于你为什么找他借钱 你也要有个解释 毕竟这是婚内财产 我有知情权 李宇直接报了 钱钱钱 你就知道钱 总之我是不会给钱你的 你不就是想买吸奶器吗 别想了 而且我花钱 为什么非要告诉你 从你怀孕开始 你就没有赚一分钱了 连工作都辞了 不都是我养你 我整个人已经被气到发麻了 当初我辞职 是因为他自己爱面子 说我不辞职 会让别人以为他莫本事养老婆 虐待我 加上我孕土的厉害 一直吐到了快升才好点 那时候就脑子一热 把工作给辞了 我本来以为网上的段子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可没想到 我还是太低估人性了 不过没关系 我想他打死也不会知道 我还存有私房钱 孕期我每天在网上 看那些婚后矛盾 也不是白看的 偷偷留了个心眼 给自己留了十几万现金 在家里藏着 多了没有 起码不会让我陷入一点办法 也没有的绝境 行 要给方倩的孩子母乳是吧 这是你答应的 和我磨一毛钱的关系 李宇也被激将起来 行 方倩被推回病房的时候 她婆婆跟在身后 笑得脸都开花了 抱着孙子在手里一直摇啊摇 还用老一套的办法带孩子 不过看破不说破 反正也不是我的孩子 方倩从结婚开始就没上过班 这些年一直在家里养尊处优 就连这个孩子 也是做事馆才好不容易得来的 钱都是她婆婆出的 所以就算她懂也不敢说 方倩先孩子睡着了 指了指婴儿床 妈 孩子已经睡了 你把孩子放在床上吧 她婆婆白了她一眼 我自己的孙子抱抱怎么了 说完 她的婆婆又气冲冲地质问她 刚才你是不是自作主张打了无痛 这孩子多么来之不易 你不知道 我的宝贝孙子 要是出了一点问题 这个家你就别想呆了 方倩抿了抿嘴 有点尴尬 妈 是我错了 下次我一定和你商量 她婆婆这才莫多说什么 轻手轻脚地 把孩子放到了床上 然后看了眼旁边的我女儿 扯了扯嘴角 不屑地说早就知道你要生个女儿 肚子圆圆滚滚的 不像我媳妇 肚子尖尖的 像这种脱油瓶 也不知道生着干嘛 我知道她的德行 重男轻女 还喜欢压低别人抬高自己 我也懒得和她争吵 正好女儿肚子拉巴巴了 我捅了捅一边正在打游戏的李宇 你给孩子看一下 是不是要换尿布了 李宇刚和我吵过架 非常不爽地看了我一眼 你自己不会换 你是顺产又不是剖腹产 哪那么金贵 刚才我出去上厕所的时候 看见和你一起进产房的那个 现在已经吓得走动了 你不是老早就在网上 学习过怎么换尿布湿吗 我又不会 等下把孩子弄伤了怎么办 我一句 她一百句 她也不想想 我下体撕裂严重 和别人能比吗 现在我就是想请月嫂多么钱 毕竟我存的那点私房钱 可不能让她知道 我抓着床爷儿起身 慢慢挪到了床边 女儿果然拉了胎份 等到我帮女儿清理完 才发现方倩的婆婆 一直在旁边看着 她见我女儿患尿布湿 吃笑一声 这东西 也就你们这些人被洗脑了才用 不像我孙子 我一早就给她准备好了尿布 纯眠的 那才好 她真的好无聊 自己带自己的孩子 也不懂为什摩非要比较 见我不理她 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道 你家孩子是不是饿了 你该喂奶了吧 她说完 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胸部 算算时间 确实可以喂了 我把孩子抱起来 偏头看了她一眼 我喂奶你也要看 她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 喂个奶也是什么稀罕事 我们以前孩子哭了 大街上聊起衣服就喂 我心里是一百个隔影 但是我忍住默对她 毕竟让她亲眼看见我有奶水 才能让她对方倩默奶水 产生怨言 我聊起衣服喂养孩子 方倩和她婆婆眼睛都看直了 等到孩子心满意足地又睡了 方倩的婆婆也着急了 等会儿我孙子也该喂奶了 我看看你出奶没有 她说完 二话不说就去掀方倩的衣服 完全不顾黎语一个大男人也在病房 方倩眼睛都红了 硬是不敢反抗 她婆婆左捏捏右捏捏 眉头皱得能夹紧蚊子 你怎么一点奶水都没有 这怎么行 我去找个开奶尸来看看 说完 她火急火燎地出了病房 方倩这才屈辱地放下了自己的衣服 她扭头看了我一眼 看现我过得不如意 高兴了 有病 我侧过头 看现淋雨 更糟心了 算了 看天花板 方倩默默躺在床上流了一会儿眼泪 开奶尸和她婆婆过来的时候 她赶紧擦干泪笑着迎接她婆婆 妈 实在没奶就算了吧 张曼奶水足 就让她一起喂呗 你以前不是还说 刘强小时候也喝过别人的奶 刘强就是方倩老公 方倩的婆婆可不管那么多 她直接让开奶尸上手 自己能有不是更好吗 我以前好歹能喂两顿 可莫像你这抹干饼 早就听说开奶很痛 方倩在开奶尸的手法下 疼得嗷嗷直叫 最终结果就是 一滴奶都没有开出来 方倩的婆婆给钱的时候 脸都是绿的 你说说你有什么用 还是个女人吗 方倩既然知道结果 自然也做好了被她婆婆骂的准备 我现在十分怀疑 她产前就吃了回奶药 方倩献她奶尸走了 又开始讨好她婆婆 我磨奶也是磨办法 要不就让孩子喝别人的奶 她说的时候 目光直接披向我这边 方倩的婆婆人精一样的 立马反应过来 也对着我道 张曼 我刚才看你奶水挺足的 你就把我们家孩子一起喂了吧 也帮你缓解缓解 我给他们家喂孩子 反过来还得感谢他们 帮我缓解 我当然不会自己答应他们 这一次 我才不会作乱好人 那不行 有的孩子喝不惯别人的奶 万一出神模式了 可不好 方倩的婆婆哪里懂这些 她自以为有点钱了不起 却忘记了 她也是大自不识三个的妇女 现在有钱 也就是赶上早一批拆迁 直接飞声罢了 她连忙摆手 这能有什么事 你就是不舍得给我家孩子喝吧 亏你还和我家方倩是好朋友呢 方倩也道 对呀 刚才我都送你吸奶器了 你连多的奶都不愿意分享 你怎么这样 方倩婆婆一听 还有吸奶器这茶 更激动了 你拿了我们家的东西 你好意思连喂个奶都不愿意吗 我故意提醒道 吸奶器是李宇收下的 又不是我 谁收下的 你们找谁呗 李宇半天不说话 不就是想装死 我非要把她拉进来 说好了 她自己答应母乳 可不能变卦 李宇听到她的名字 狠狠地刮了我一眼 又贴着笑对方倩的婆婆道 小事 我替张曼答应了 这个家还轮不到她做主 或许她以为我会继续反驳 但偏偏我没有 我一副受气包的样子 不说话 全当默认了 李宇对这件事 本身就是持支持态度 但是她这个人 我算是看出来了 一点风险都不想承担 她怕了 怕孩子喝奶真的会出事 但是一方面 又想我答应方倩的婆婆 反正人情也做了 最后万一出问题 也可以推到我身上 恶心巴拉一难的 活了两辈子 终于没有眼瞎了 虽然晚了点 但还有救 喂奶的事 就这磨定了下来 反正我奶水多 每次自己孩子喝完了 多余地用吸奶器吸出来 再给方倩的孩子 其实我仔细想过了 方倩的孩子之所以会过敏 可能是因为上辈子 我喝了方倩婆婆送过来的汤 那东西我并不过敏 但是通过奶水 进入了方倩的孩子体内 她的孩子过敏了 所以只要我还没喝那碗汤 暂时问题不大 不过 有时候方倩的孩子饿极了 她婆婆懂不了我吸奶 直接把孩子对在我胸口 要吃奶瓶 你女儿自己吃 一个女娃子 每次在男孩子前面喝奶 像什么话 儿子天生就是比女儿有力气 刚才张骂那孩子 吃奶都要断气似的 方倩的婆婆 可真是敞了一张巧嘴 李宇坐在旁边 听到了跟死了一样 好像我女儿的死活 跟她没关系 还兴至极高地围观 方倩的儿子喝奶 我翻了个白眼 对了回去 你怎么不说你家孙子像饿死鬼 几百年没有吃过奶呢 方倩的婆婆听完就要动手打人 我躺了一天了 除了撕裂的地方疼 力气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你有本事打一下 信不信你孙子一口奶都喝不到 方倩也在一旁打人场 算了妈 别和她计较 她一直有点神经兮兮的 要不是我 谁愿意和她做朋友啊 方倩的婆婆有被安慰到 这才作罢 在医院住了三天 我们一起出的院 我到家的时候 方倩和她婆婆 竟然后脚就跟了过来 悬大包小包的收拾了一堆东西 和上辈子一样的操作 方倩大言不惭地说 这段时间 我就带着孩子睡你家吧 这样喝奶方便 她婆婆也跟在后面 我还能顶你做饭 多补补 这样奶水才有营养 李宇一听 高兴坏了 她正愁我说 要找月嫂呢 其实我知道她不会同意 因为这件事上辈子 就是这模进行的 只是上辈子 我脑子进水了 沉浸在生完孩子的喜悦中 还以为李宇是真心对我好 她上次拒绝我的时候 是这模说的 月嫂很多手脚不干净 我怕给孩子下 安眠要怎么办 而且我也想参与孩子的成长 月子期间 我亲自己你们做饭 当时我还以为 自己掉进了密罐 后来方倩的婆婆来了 李宇自然是解放了 可是这辈子 我之所以再次提起 是因为我想看看 她这次会怎么说 毕竟我们离丝破脸 只有一不知谣 李宇果然一脸嫌弃地说 月嫂不要钱 我做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呀 以前粗茶淡饭 不照样过生活 就你屁是多 我听完心里突然难受 但是更加肯定 李宇一定是遇到了 资金上的问题 上辈子我一直到死 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一直被蒙在鼓里 我留了个心眼 没有拆穿它 毕竟我想离婚 不能打草惊蛇 我得暗自查一下 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 方倩住进来之后 直接和我一起睡了主卧 为了随时观察 孩子饿不饿 不过更多时候 她都被她婆婆喊去 帮忙做家务做饭 你又不需要奶孩子 就别天天围着孩子转 没看现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吗 方倩敢怒不敢言 我记得她以前就跟我吐槽过她婆婆 老不死的 我就忍她几年 等到她死了 家里就是我做主了 方倩的性格 就是一切向前看齐 等到吃饭的时候 方倩的婆婆 一筷子敲在方倩的手上 这汤又不是给你喝的 你不为奶末资格 我看着游戏戏的汤 真的想吐 她的汤 已经让我毒奶了两次 不过这一次 我还真得喝下 因为就是这碗汤 让她的孙子过敏进了医院 不过为了心心作态一下 我还是故意说道 上次我就毒奶了 这汤我就不喝了 而且我不喜欢喝无忌汤 李宇在旁边把筷子一摔 叫你喝就喝 哪那么多话 有人做饭还挑三拣四 方倩婆婆也把碗塞到我手里 你不喝我孙子 怎么会有营养 她一个月要是长不胖四斤 这些饭菜钱你全部都得赔给我 李宇一听到钱 就跟打开了雷打 恨不得按着我的头 你快喝呀 别别扭扭地矫情什么 在众人的注视下 我不情不愿地喝下了汤 心里别提多爽了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方倩的婆婆 直接拉着我去奶孩子 现在的奶水正浓 汤都吸收到奶水里了 赶紧喂我的孙子 她把孩子塞到我怀里 看着孩子大口喝奶 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只有我注意到 她家的孩子边喝奶 脖子上已经开始急性过敏 方倩还在一边满颜母爱 我儿子真棒 一直等到她家孩子喝完奶 方倩才发现了不对 咦 怎么孩子的脸上起红疹了 闻言 她婆婆一把将我推开 扒着孩子上看下看 结果身上全部布满了疹子 她婆婆直接开始哭 我的宝贝孙子哟 你这是怎么了 一直在客厅打游戏的李宇 听到了动静 赶紧过来看了看 然后脸色一变 立马开始打120 方倩抱着孩子 就开始指责我 都是你害的 她刚吃完你的奶 就这样了 我无辜地看着她 我每天的饭菜 都是你婆婆做的 你们每天连我喝水 都是看着的 我怎么会有机会害她 而且 不是你婆婆拉着我要喂奶吗 方倩气得咬牙 又不敢对她婆婆发怒 只能抱着孩子 就往楼下冲 这样救护车一来 他们就能第一时间上去 方倩的婆婆 也来不及多想 紧跟着后面就去了 眼看着李宇还 站在原地发呆 我提醒道 你也跟去医院看看啊 别到时候 真的出神模式了 李宇回过神恍然大悟 也跟着跑下了楼 他们一走 我立马叫门反锁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找出我之前藏在家里的现金 还有户口本 房产证 这栋房子 是我们婚前买的 当初李宇 或许还有一丝真心 房子记在了我个人名下 现在我只有庆幸 从落地窗 看见他们上了救护车 我立马打车离开 坐上了回娘家的高铁 想当初 我妈宁愿和我断绝关系 也不许我嫁给李宇 是我自己恋爱脑 拒绝了她的一片好意 回娘家把重要物品和孩子 交给我妈之后 我又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 毕竟婚还没离呢 我娘家离我婚后所在的城市 并不算太远 一来一去 也就四个小时 他们几个还在医院莫走 向我空手到了医院 李宇皱着眉头问我 孩子呢 你怎么来了 我嗷了一声 孩子给邻居帮忙带了 不是关心方欠她孩子 过来看看 李宇献我还算正常 莫怀疑我 方欠的孩子一到医院 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过敏来得太急了 加上孩子刚出生 一下子引起了多器官衰竭 方欠看线我就骂 刚才结果已经出来了 孩子就是过敏 她只喝了你的奶 都怪你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她 我吃的东西都是你婆婆烧的 过敏的话 也是吃的东西有问题 我不过敏 不代表孩子不过敏 而且最开始我就说过 我不会帮你们母乳 是你们逼我的 不是我非要喂你的孩子 方欠这才回忆起了最开始的情况 答应给孩子喂奶的 是李宇 不是我 方欠伸出爪子 回去抓李宇的脸 都怪你 要不是你答应给孩子喂奶 我家孩子怎么会住进重症监护室 李宇的人脸上被挠出鸡到血印子 方欠之所以这么激动 是因为她母瓶子贵 这么多年 她才试管了一个男孩子 可太难了 这个孩子可以保住她在家里的位置 不然以她婆婆的性格 早就逼着她离婚了 李宇也急眼了 是你自己非要求着张伴喂你的孩子 我不也是好心吗 方欠这会儿 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在医院又哭又叫 她婆婆看了她一眼 给她下了最后通牒 要是我的孙子保不住 这个家也不需要你了 如果不是你莫奶 事情又怎么会变成这样 方欠彻底慌了神 看见医生出来 拉着她的袖子不放 医生 我们家孩子怎么样了 你一定要救救她 钱都不是问题 医生看了一眼病厉 询问 我们怀疑她这个过敏有遗传的因素 她最后喝奶的时候 有接触过什么过敏源吗 或者父母祖辈 有没有过敏史 我告诉医生 孩子一直是我喂养的 最后一次喝奶前 我喝了一碗乌鸡汤 其他的饮食都很正常 方欠的婆婆快速回忆 我家里默认 对乌鸡汤过敏啊 也没有任何过敏史 她指着方欠 是不是你隐瞒 婚前病史了 方欠连忙摆手 我没有 我家里也没有人有过敏体质 医生也皱起了眉头 如果知道来源 肯定是有助于孩子的治疗的 正当医生准备走的时候 我出声道 李宇 我记得 你对乌鸡汤 过敏吧 李宇的脸色刷得变了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方欠明显开始心虚了 看来我猜对了 方欠的婆婆也很快反应过来 她捏着我的手臂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 是我孙子不是我儿子的种 我推开他 拉开距离 或许是我记错了吧 李宇可能不过敏吧 可我越是这样 方欠的婆婆就越疑心 她拉着医生就说 要给孩子做亲子鉴定 方欠吓得慌了神 连忙打圆场 妈 你别听张曼的 她就是故意挑拨离间 嫉妒我生儿子 我才看不上她老公那种败类 方欠的婆婆刚有点动摇 我又道 反正做一个亲子鉴定 又不碍事 要不是李宇的孩子 也还你一个清白 方欠的婆婆文言下定了决心 拉着李宇就不撒手 死活扯了她 一根头发下来 亲子鉴定结果 很快出来 果然是李宇的孩子 方欠的婆婆 直接气得贪坐在地上 我提前把这一切 全部拍了视频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通知李宇 我们离婚吧 孩子归我 房子也归我 李宇这一刻终于绷不住了 跪在地上求我 老婆 我和她什么都没有 你相信我 我就是借给她一颗精子做试管 我猜到了 从李宇一系列反常的反应 先是站在方欠那边 抢求我给孩子喂奶 因为喂的 就是她自己的孩子 哪怕她不爱方欠 但是她对孩子 是有保护欲的 再就是 她和方欠莫名其妙 有金钱纠葛 怎么想都不对劲 方欠现真相暴露 破罐子破摔 直接开始互撕 你要不要脸 要不是你赌博找我借钱 我会想到找你接种吗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也看得上你 呵 难怪李宇听到钱 就竖起了耳朵 她竟然迷上了赌博 万幸房子 在我名下还莫出事 方欠还准备骂 她婆婆站起来 就一巴掌扇在了她脸上 离婚 你马上和我儿子离婚 一分钱的家产 你都别想 方欠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抹些年隐忍的脾气 一股脑爆发 她婆婆身后就是护栏 方欠脑子一热 伸手猛地推了她一把 她婆婆大惊失色 伸手一捞 两个人静止掉了下去 医生顿时乱做一团 经过医生的抢救 方欠捡回了一条命 她婆婆年纪大了 当场离世 这一切医院都有监控 方欠出院后 直接被离婚 又被远景带走 而李宇最后一丝良心发现 终于同意了和我离婚 她净身出户 万幸的是 方欠的儿子这辈子被救了回来 因为我当初喝那碗汤之前 提前喝了一点防过敏的药 或许是药起了作用 或许是医生救了她一命 总而言之 孩子无措 离婚之后 听说李宇一个人抚养了孩子 而我 把这座城市的房产出卖 回到了娘家 带着孩子 开启了新的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